是玩一玩要肢體接觸才能玩 沒有 他就是想要享受被人家甜言蜜語 他其實在幫你耶 你要想吃一年一年 對 他在救我 因為他知道我很傷 我也是這麼想的 他在救我 但是他不能跟我在一起 因為他有男朋友 接下來我們來聽一位 傻妹的故事 唉唷 我覺得火象星座 有時候真的碰到愛情就會 盲眼了 你知道嗎 不要牽托到星座 妳是個人的問題 妳個人的問題 那我以前就是對天蠍座 非常非常沒有抵抗力 我覺得天蠍座是一個 非常有神秘感的星座 然後有個莫名的吸引力 然後以前就有一個天蠍的男生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正要約會啊 要試試看要不要交往什麼 然後他每次都會很貼心 就說那我去你家接你 或者是說我去載你出來玩 什麼什麼的 可是就從來我沒有去過他家 不知道他家在做什麼 甚至在台北的哪一區 我都不知道 然後這六月有經驗對不對 不好意思 是在爆哪個料嗎 不好意思啦 是因為他太懶了 沒有出那一本書 不然妳也不會遇到這種嗎 對 妳知道 妳為什麼當初不出一本書 救贖這種女人 真的 我覺得我才是翹楚好不好 真的喔 真的 後來呢 後來就是 我就跟我朋友講 然後有時候女生就這樣聊聊天 然後想說最近有一個貼心的男生不錯啊 什麼什麼什麼 想說後來我朋友問我說 那他住哪裡 他做什麼工作 他幾歲 他什麼什麼 我想說 我完全被考倒耶 我對這個人完全不了解 他也不認識 我只有他的手機號碼而已 貝童彤妳連對方幾歲 做什麼妳都不知道 搞不清楚 那妳是人家的女朋友 我覺得還不接近到女朋友 就是正在認識 約會的階段 約會這樣子 對 所以我後來 後來我就 我朋友這樣問我 才突然驚覺說 天啊 我正在跟一個我完全不了解的人 約會 所以就說妳盲目啊 我好盲目喔 我真的盲目 對啊 我就覺得好可怕喔 然後後來 後來才耳聞聽說 這個男生其實是有女朋友的 我發現 我跟妳 就是一起聊男生的事情 哪有 真的 我有醒好不好 我沒有繼續聊了耶 唉唷 真的嗎 對啊 請問妳現在醒了嗎 還滿清醒的 你看 她發現她自己醒了 她趕快喝酒幫她這樣嘴 她不能醒 她沒辦法太清醒 沒有沒有 我覺得就是有些女生啊 就是 男生越壞越愛 而且妳沒辦法公主 男生還不是一樣 而且女生就是我覺得 越壞得一樣 妳就越想追 比較 我說比較 哪有 男人比較犯賤 我們是因為我們有天生的母性 我們看到男生壞壞的 我們想要照顧她 改變她 對不對 對 但是有的女生就是也是會利用 男生這個心態 是 我覺得Q點真的下得非常好 我覺得我抓得好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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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啊 我那個時候 大概高中剛畢業18歲的時候 相信大家也都看過我18歲的照片 真的是很帥 對 然後 真的沒有 然後 今天我們的型男團 好像講的都不是重點的感覺 那個時候就認識了一個球迷 那因為通常在球場 會來跟我照相那種球 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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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通常我們的球迷都是那種小女生 國中生 最多高中生 那個女生就來跟我照相 看起來真的長得很漂亮 長得像張博之 然後呢後來 張博之 張博之 還是張博周 張博之 然後 後來 因緣際會 我竟然又在一個旅行社認識她 因為我去買機票 然後就 又遇到她 這樣子 我覺得很巧 我們就有交換電話 然後就慢慢的 因為她年紀比我大 然後就在一起 結果呢 她也是那種 常常可能兩三天 打電話 找不到人 或者是找到人 她會說 我今天可能沒辦法出來 這樣之類的 然後呢 可是她只要一出門 我們只要一見面 一約會 她又非常熱絡 然後對我非常好 然後因為是姐姐 又教了我很多事情 你知道嗎 真的教我 舉例舉例 不好說 對 然後對 然後後來 我輾轉 就才從其他的朋友那邊 才知道 因為是朋友的朋友嘛 才知道就是 她也是有男朋友的 然後 我根本就是 你知道大狼狗 你知道嗎 你在哪裡啦 你是跟鄭之龍同期的嗎 不是 當然不是 我跟鄭成功 他爸爸鄭之龍是同期的 鄭之龍跟鄭之龍不一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差太多了吧 不是打籃球都是同化的 我這個太精采了 我這個朋友呢 他那時候跟我講 他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這女生 真的是失心瘋 因為 因為這個故事 我自己聽起來 我就覺得可以拍成連戲劇 他跟這個男生朋友在一起 的原因呢 是因為 那個時候那女生情傷 然後呢 就後來這個男生 也是像黃鐙輝一樣 用簡訊來慰問他說 你最近好嗎 然後後來呢 他們兩個呢 就也沒有算住一起 但是這個男的 因為他是做化妝品的 業務的主管 所以他的周圍圍繞的 都是女朋友 那個時候那女生知道 這個男的有男朋友 有女朋友 然後後來呢 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 有女朋友 然後後來呢 這個男生跟我這個朋友 搭上之後呢 他大概每天晚上 呃 三點多四點 就會出現在他家 晚上凌晨 那 因為這個女生 他很晚睡 他基本上都兩三點睡 所以他的心情 會因為這個男朋友 這個男生 有沒有出現在他家 而被影響到 他在等這個男的回來 可是他也不敢問說 他到底跟他的女朋友 分手了沒 而且他們兩個在一起 大概一兩個月吧 沒有發生過關係 他只是抱著他睡覺 然後我們所有的朋友 聽到都覺得 這男的一定有問題 怎麼可能 我這朋友長得這麼漂亮 然後身材這麼好 抱著卻不做任何的事情 就這樣一兩個月過去 有沒有可能是 看得見啦 又不是小優 所以他每天晚上半夜 都已經梳頭一點 凌晨三點鐘 真的啦 看得到 因為他們公司的人 都知道這個主管 然後所以他也不敢去問 他們公司這些人說 他跟他前面有道理 是一間鬼公司 不是 還賣菸汁的耶 然後這個男生呢 就在這個女生 他的所有的朋友 我們都跟他講說 這男的一定有問題 他 結果呢 他是不是日本來的 對 不是 就在他 就在那個女生朋友 在懷疑的同時呢 那天晚上他們去唱歌 然後那個女的就有點 喝得有點醉 那男的就把他撲倒了 他們兩個就在那一次 大概三四個月之後 發生了第一次關係 在KTV裡面 是不是太開心了一點 沒有沒有就回家 回家之後 然後就發生了關係 但是這之後呢 那個女的完全不敢問這個男生 他為什麼那麼晚 三四點才會回家 為什麼有的時候沒有來 那沒有來的時候 你住哪裡 因為他幹過他的鑰匙 他的那個口袋鑰匙 錢包掛的鑰匙 只有汽車鑰匙 因為汽車鑰匙就是很明顯 就有LOGO嘛 這男生就是沒有給他任何原因 而且這個女生 也不敢問這個男的 他到底跟他前女友分手了沒 結果呢 他們兩個現在還在一起 還在一起 就是還維持著這樣的關係 還是半夜三點出現 可能早一點 有時候會早一點 因為他有告訴他說 為什麼你都那麼晚回來 這樣多久了 有半年了吧 而且你知道 而且你知道這男的 他從來沒有在這女生面前 講過電話 這個女生也從來沒有聽過 這個男的的手機鈴聲 因為他都永遠調震動 很奇妙 那我就跟這女生講說 你為什麼不跟他分手 他說因為他來的時候 我快樂 可是他不希望他的人生 沒有這個男的 他會一輩子不快樂 他寧願擁有他的短暫的快樂 那算了啦 他來都有快樂就好了 對啊 有的每天來還不見得快樂 真的 久久來一次有快樂就要自助了 對啊 永遠 所以三四點來 他會待到第二天早上 就是睡一覺 然後早上起床 大概八 九點多十點 他業務要上班的時候 他又去業務上班 那家日會一起出去玩嗎 不會 他們兩個從來沒有出去玩 他見過他的家人嗎 沒有 他有朋友嗎 有朋友 但是都不是同一團 待會兒再慢慢跟你講 這個太離奇了 離奇 我覺得你應該要帶來 給六月姐開導一下 對啊 我希望大家都看得到他 還是有 看到 看到 基本上這個一定有問題 一定有問題 而且我覺得這男生 應該是有 家庭的 或者是他有很大的恐懼症 對於感情 對 這是應該有家庭的 來 我們接下來家伯的故事 我之前也有遇過一個 就是很神秘的女生 我那個時候追求她 然後當時我們住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城市 所以我們偶爾見面 比如說我問她工作的事情 她就不會清楚地回答 我覺得她不會很 給我一個正確的答案 到現在我不知道她在哪裡工作 我知道她是美容師 但是就是 我不太了解她的生活方式 然後有一次她 她說 她要去德國旅行兩個禮拜 哪裡回來我們再聯絡 但是她完全消失了 我從來沒有聽過她的訊息 我在Facebook看到她的一些照片 我覺得她根本應該連德國都沒去吧 有可能 對啊 她還有繼續去update她的Facebook 男人有話請直說 愛妝神秘惹人嫌 我告訴你們 你們男人啊 才是愛妝神秘 我不懂為什麼 有一件事情 你好好說 直說不就好了嗎 有一次我要定妝 我們那個定妝的監製就跟我說 我們去陽明山的勵志飯店定妝 我心想 為什麼要跑去這麼遠呢 那她就不說 後來就瞧瞧瞧瞧瞧瞧瞧 我們還是在公司定妝 定妝那一定來跟我說 啊其實我是有招待券 想送你們去泡溫錢 為什麼不直說